英特尔14代酷睿的消息在之前就一息泄了过几次 换不换旧架构换不换主板的消息众说纷纭 而在今天时间和架构已经基本敲定 后续只差更加详细的规格和性能公布了 那这次14代有哪些变化呢 感觉损的给强来了解一下吧 英特尔酷睿14代的最后电脑时间 由B站UP主ECSM确认 桌面端的14代仍然是13代Raptor Lake架构 但会是改良版Raptor Lake Refresh 戴K的14代处理器将于今年的10月发布 不戴K的普通版本会在11月到12月 智强平台W2500和3500系列将于2024年初发布 和之前爆料不同的是 目前改名计划只会应用到移动端 因为下一代也只知道移动端的消息 使用了Raptor Lake Refresh优架构的低压CPU 改名为Core 357 取消了i3、i5、i7这些 使用Mate Lake的低优系列 和标压的H系列两种新架构CPU 改名为了Core Ultra系列 感觉这不就是隔壁苹果的秘密吗 加入Ultra的目的就是为了区分新老架构 以突出新架构的优势 国内目前还没有相关的命名方式 不会是叫超级优吧 HX系列处理器也发生了一点点的变化 将会弱化14代的地位 在命名中进行后移 比如13代的i7HX正式名称为 英特尔酷睿i7-13700HX处理器 而14代则会变成英特尔酷睿i7处理器 14700HX 个人感觉就改了和没改差不多 那笔记本都有新架构的同时 桌面端却没有换 桌面端真的是轻生的嘛 听说是因为工艺问题 目前笔记本后续H也是曝光了三款 分别是库尔Ultra 7-1003H 库尔Ultra 7-1002H 库尔Ultra 5-1003H 从规格上推测 仍然为大小盒设计 6-8个P盒吧 中面端库睿i14代仍然会兼容600和700系主板 这可而官方宣布的第一次使用三代主板的系列 8代和9代上100和200系主板都需要魔改 这还是英特尔系列首次出现如此情况 各家主板也会陆续提供支持14代CPU的BIOS 感觉手中的B660主板更香了 另外之前传言的Mate Lake S架构基本选不取消 由新的AeroLex S代替 由于目前英特尔支持人没有达标 将会使用台积电3nm工艺 这把可是AMD和英特尔在同代工下的竞争 可以对比一下双方的设计等软实力了 好了以上就是关于英特尔14代全部内容了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们下期再见